接下来我们就要打开我提供的这个档案 各位 我刚刚是不是下载了两个范例档 一个成品档 所以请先去找到这三个档案 我个人是习惯 不要把它放在文件底下 所以麻烦第一件事情请点选档案总管 一 现在你要跟着我做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呢 就是先把下载下来的范例跟成品 放在指定的路径下 以便接下来的分析或电脑操作 那我们现在一请点选档案总管 然后请看左上角这边是不是有下载 下载绝对是我们最常使用的 所以请点选下载 然后这边请稍微注意一下前面三个 这三个就是我们的三个档案 请选择这三个我个人是会选择用减下的方式 减下 把它减到别的地方去 好 我个人的资料别是低叠 跟E叠还有F叠 C叠是我的就是安装层次 就是包含作业系统软体 我全部都是装在C叠 好 D叠 我是放在D叠 的这个路径 那你可以自己去设一个D叠 你要设一个发速右键 新增一个资料桨可以吗 那我这边的话我就直接我已经设好了 我就通通都放在这边 没有我是分门别类了 分门别类来去放我的相关的资料 好请你们放在一个指定的位置 你自己要知道的位置 好了吗 请问放好了 放好了 我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这个这个范例了 就是我刻意在这边 我还留了这个日期 这个日期2021年5月8号 我还记得就是隔天就是母亲节 然后 然后是 记忧学生 就是 就是我们学校 我们学校针对那个 就会去找一些就是 记忧的学生 然后 反正就是加强他们这些的知识 来麻烦请快速点两下 你们知道这个 这个日期之后 重点是要去跟 何主任 问他说那个影片放在什么地方 如果你们有兴趣去看数据 清理 跟那个 视觉化分析 的基本概念 今天加的也不是很困难 只是很好玩的一些其他的技术 而且都会用 就是机器学习 人家已经画好的图 来 快速点两下这个 外贸数据应用分析 你只要快速点两下 这个 它就会自动去找最合适的软体 就是Power BI 来去做开启 稍微等他一下 好 那我先把之前 开的档案先关掉 以免他会非常吃我的记忆体 好 各位 你们现在已经看到了 就是 那一次上课 我们其实已经做了一些 基本的一个 视觉化分析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进口分析 对不对 有 出口分析 好